论委会主委王玉琪今天接受广播节目专访 表示已经拜托今天下午前往北京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连战 再度针对人道探视以及互设办事处表达我方的立场 但是并没有请连战帮忙讲马锡惠的事情 微笑与主持人握手 论委会主委王玉琪神情轻松 达成历史任务从大陆返回台湾 面子里子都有 上广播节目侃侃儿谈 强调王张茶叙轻轻放下马锡惠议题 不预约红线 只是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同样访钟 是否赞助马锡惠一臂之力成为关注焦点 我在他出发前我有跟他的幕僚 我们有通过电话 是吗 对对对 确实请连先生帮 我就说得便的话 就是人道探视 这个事情 就是说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提一下 那马锡惠的事 你没有拜托他帮忙 我没有提到这件事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事情是要看情势的发展 那个两岸互设办事机构 这个事情是一个两岸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发展 那其实现在是卡在人道探视这个议题上 所以如果能够有突破的话 希望连战转达人道探视关切 被问其金府冲回国 王玉琦也表示 与国安会保持紧密合作 虽然马总统与习近平想在APEC见面 这次踢到铁板 但未来也将借重王玉琦和金府冲 一个幕前一个幕后 持续拓展未来两岸互动 又对一篇陈敏彦柯子章台北报道